今天开航在教育部阅读盘史讲的国家乡水队各社 今天也用到整个文章的方式来基本开航电力 校长除了介绍一本故事生意外 当时也要请当地老年中心的时段 做回来进行开航运行 较特别的是今年有一位带云的参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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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公公的米包旁边 直到看到阅读磐石奖的距离 就是开了阶内 而特别有基本的气质 和你们提到日本 为我们设计这位阶内的企图 面包不是可以去大都市做面包 才可以赚钱吗 那为什么要到这边呢 他就告诉他说 因为我们水队国小 是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奖学校 那我们之前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我们在开学会有一个书香日 那然后我们会介绍一本 绘本给同学 然后顺便就来带着孩子一起来 来动手做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 那今年非常感谢巴登咖啡 因为他们听到说 学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呢 他们就很热心的 带着我们的三位台北下来的师傅 那带我们的孩子来做这个 摇烤面包 这里还需要提起一个烤披萨油 因此当地是警察业家 在这里有着会计地坑 来变参专业的米包老师来 祭祷小朋友和当地中部做米包 烤米包 包括管府美厦领文学生也来参加 同时困臨压制的工业精神 在这个企业的 把这个巴登咖啡的张董市长 带他们的面包主厨 这个面包王子 来跟我们的社区 来跟我们的阿公阿嬷 跟我们的学生 能够来学习 如何发现面包的智慧 创造一个幸福 在这里代表 我感谢我们在地的企业 对我们本人这边土地的爱心 因为这里的学校本身 除了用心在的 小孩教育地面医院 当时也附属当地中部的大甘教育 因此也邀请阿公阿嬷来参加卡丁丽 除了要求小孩的认知特车医院 也提起阿公阿嬷 就能当心开始上课了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 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也都很多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 待兼逃逸乐的一个课程 那其实我们的小朋友 就跟阿公阿嬷一起来做逃逸 那所以今天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待兼课程的延伸 今天所做的米包 百度尽口米粉之后 其他配料都是国家的生产水果 也因为好玩家业家的用心 让水利口秀有特色的气温 还有香肝肝的米包起味 记者在面前参观报道